大陆艺术家艾未未最近在纽约举办个展 每一件作品都带有她一贯强烈的批判性 像是被靠在椅子上的人 或者是吃饭的时候也要被监控的人们 她要讽刺政府打压创作自由 她这次的个展依然被限制出镜 不能到现场参加 可是艺术家还是希望用创作 表达她对政治的关切和控诉 一格一格的小方格 陈列在展场中 民众靠近一看就会发现里面藏了迷你的雕刻品 有的在军人监视下吃晚餐 有的被靠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这是大陆艺术家艾未未的作品 讽刺政府打压艺术创作 他们被缺带 他们被砍掉 或者被被捕捉或被监控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 艾未未这次在纽约展出一系列作品 抗议艺术家导演摄影师等不同职业 在创作前都会受到政府限制 他们用创作强烈抨击中国的人权和言论自由 全裸的人被铁链捆绑 嘴巴还被胶布封住 以及重新上色的瓶罐突显出大陆创作的困境 他认为要打破旧有的价值观 才能开创新的领域 艾未未还特地搜集四川大地震中散落的钢铁 以总重量达七吨的钢筋组成大型创作 四周的墙上记录着这场地震 每个丧生者的名字 控诉政府掩盖大部分的事实 强烈的批判性以及创作 被大陆视为问题人物限制出境 就连这次展览他都无法现场参与 其实他一直在问 他如何分析艺术和政治 但它是一样的 而且艺术和生活和公共和自己 这种各种不同的论质 他一直在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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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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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